四位同修 大家早上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次步道到歐洲去了一個月 剛回來三、四天 還是有一點時差 早上四、五點才睡覺 剛才醒過來就八點半 我們每天讀中一遍太常感應天 大家還是要依重靠重繼續保持 讀出千遍奇異至限 就是我們常常讀就是常常提醒 也加深印象 印象不深刻還不能起作用 印象深刻我們讀久了 在生活上人事物當中 我們會常常有誤促 這是很自然的 所以有時候讀宋的時候 我們並不能夠理解它的意思 但是讀久了 心比較清淨 我們自信本有的智慧 它慢慢會透露出來 一點一點的透露出來 所以我們在浴室逢源 就常常會有體會 會有誤出 因此我們要長期來欣修 我們敬老頭上常能講 一門深入常識欣修 這個原則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這個 一門深入之後 那麼再去接觸其他的經典 就能夠觸類旁同 它就能相同 不但佛教的經典 就是儒式道的經典 也是一樣的 以前我們看 主持大德 或者是新道的 儒家的 他們在這個儒教的經典 道教的經典 國教的經典 一旦有一部經分通 其他三教的經典 它都能分通 那麼在道教比較距離代表的 就是李洞賓 他是前真派 他就是修儒式道三教 所以李洞賓 他也參過禪 也有金剛經的駐集 所以在弘北殿 他供的就是儒式道 道教也跟佛教一樣 跟很多派 很多宗派 這個 這一次在法國巴黎 這個紀主也邀請法國道教協會 一個女道士去參加紀主 這個紀主大典 我也跟他交流交流 問他有沒有來過台灣 他說今年十二月要來 高雄有一個道德員邀請他去 他會講一點國語 到大陸去學道教 到陝西 到雲南去住了十幾年 他也學了中文 他會講一點中文 所以我就問他有沒有來過 他說十二月會來 高雄有一個道德員 那麼我就去查網路 因為他給我講是道德員 講了兩次 結果我去查網路 是高雄道德院 道德院 他說道德員 我是寫那個花言的員 這句他給我講的 他說十五十六會來台北 那麼我就問他有沒有時間 到我們拱堆店看看 說我們有個道教的廟 他也是寫給我 是全真派第32代 那這個也是屬於這個離主 這一個中派 那麼他在聯合國報告 他就是講這個清淨經 道家的清淨經 道家的清淨經 道德經 現在外國人學了很多 外國人學了很多 外國人學了很多 那麼實在講 就是道德經跟清淨經 可以說是道家經典的一個代表 他的基礎就是太上感寧篇 但是太上感寧篇 現在還是在外國還沒有去推廣 這個也是我們將來 要去推廣的一部經典 道教的經典 所以這個也非常難得 這個一年 特別現在我們建老和尚 提倡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 這個 學習跟交流 這個 在中國 讀四道 他是最早 就是屬於多元文化的一個交流跟學習 互相學習優點 這個特別在現在 非常需要 非常重要的 我們肯定偏 今天 常常讀宋 那麼我們 大家 依重靠重 絕對 慢慢 我們會向上 漸漸的提升 所以 我們有這個 因緣 大家也要 珍惜這樣的因緣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我們 沒有抓住一些 依重靠重的因緣 自己一個人 能提得起來 如宋經典來修行 也不太容易 當然 有一些人 他可以提得起來 有一些人 可能都會受周邊環境的影響干擾 他也 往往 就提不起來 提不起來 就忘記 那麼一忘記 可能一忘就很長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想起來 這個學道如溺水行舟 不進則退 就是你沒有往前進 那 他不會停在那邊 就必定是往後退 甚至是 進了步 退了九步 因此 大家 雖然 一天 這個共修十五分鐘的時間 也非常 重要的 也非常重要 我們 大家一定 抓住這個因緣 因為這個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 很快 這個時間無常 當然不知不覺 人就老了 生老病死 不知不覺就大了 而且很快速 當我們感覺到的時候 他覺得時間過得真的很快 所以我們 一定要珍惜這個光陰 把握出這個因緣 大家來學習 這一次 我們才有 決定的成就 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那麼 還有 一點時差 這個 這一次在聯合國 他們也編了兩條歌 我們大家聽一聽 這個放螢幕下來 大家聽一聽 有的同學可能還沒聽過 聽一聽 可以介紹給 你的朋友 親戚朋友 來分享 祝大家 不會增長 發起同文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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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